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技术课程 那么前面两节课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HBase尾分布式安装 以及如KIPER的分布式安装 那其实这个课程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HBase 完全分布式安装做准备 那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呢 也都是使用完全是分布式安装的 那尾分布式呢 只是为了我们一些测试去使用 好的 那开始我们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课程呢 今天的目标 搭建一套HBase完全分布环境 那这是我们的一些准备工作 这里有些前进条件 第一 你的你的Hadoop2.x版本 不管你是2.7版本 已经安装了 并且Hadoop可以正常运行 那这是前进条件之一 必须满足的 第二个 可以和本地 互通 以及和其他的主机互通啊 那这两个呢 基本上你装了这个 Hadoop过后呢 能运行了 那这两个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了 第三个 RuleKip已经正常启动了 那为什么这时候使用RuleKip呢 因为我们是 这个完全进行安装 所以说我们不依赖于HBase本身的RuleKip 而是使用 外部的RuleKip 那这里面也设计了一些配置文件 那这配置文件不在这个CUN目录上面啊 只有三个配置文件 一个呢是HBase-env.sh 这个文件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对吧 里面配置环境变量 HBase-Cite.xml 这是配置HBase一些核心文件 RagingServer 那这是配置 我们有几个RagingServer 那就是有 在里面加几条记录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HBase-env.sh 那这个呢 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对吧 去配置 这个 它的环境变成它GDK 那第二个呢 参数是有区别的 什么区别呢 我们之前使用 使用HBase Manage-ZK 是True 表示我使用的是HBase的 它自带的RuleKip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需要搭建 完全分布式环境 你需要你运行HMust 机器的这个 主机名出来 比如说我这台机器 我的机器环境 我16E是运行HMust 那这样的话 我要把16E给去掉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HBase Consanto也参加了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应该我们也很熟悉了 我们之前在搭尾分布的时候呢 也已经去配过这个文件 那这里面呢 我们唯一要去更改的地方是 我这里 我这里 我们之前只写了一个Slave 1是吧 这里呢 你有几个RuleKip 你就需要写几个 这里 就是这地方 那这是我们要 要唯一注意的地方 那改完过后呢 你就要把这个 已经配置好了 这个HBase 要拷贝到 你其他机器上去 你比方说 那你有三个这个Raging Server 那你就得考 分别考到每个机器上面去 最后呢 你就可以启动它了 那我们根据这个配置描述项呢 我们来进行一些实际操作 那我们还是进到这个 这个里面啊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HBase098 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先解压 Taga ZXVF 我们把这个文件解压 那解压过后呢 大家应该记得里面几个关键目录 对吧 我们这个CONF目录 Bing目录 我们进来看一下 再复习一下 这里面 并不是我的启动项 对吧 那我的COF目录呢 是配置项 那我们到这个配置项里面来 COF 我们看里面的配置文件 那第一个呢 那第一个呢 我们看这个 HBase EMV.SH 配置环境变量 就是相关操作 好 我们去说 配它的GDK 让我们从BAN去配 那假如啊 我问一个问题 假如你不知道 你这个机器 这GDK路径在哪里 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不知道你本地的GDK路径在哪里 你怎么办 那我们通过Lilinks ECHO这个命令啊 你就可以拿到 把加货Home这个变量 它的值给打印出来 那我看到 我们是放在这里的 那我就把这个值给考过来 好 那还有一处地方注意的就是 ZK的地址 ZK是谁管你 这里 那这里呢 我们不需要 HBase自己管你ZK了 我们设置为Force 好 这个就已经配置好了 那第二项呢 HBase刚 这个配置文件啊 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之前 搭建尾分部这时候呢 也 也配置过的 我们其实把这些文件 拷备过来就可以了 这两个地方啊 他注意的是这个地方 是写你能够访问 Hadoop的地址啊 这个地方 能够访问Hadoop的地址 我是16501 因为我的主机 我Hadoop这个name note 是在16501上 所以我去写 161 毛9000就可以了 如果说 你们自己去装 根据你实际环境来配 第二个改变的地方 这里 你有几个Rulekeeper 你就写几个Rulekeeper的主机名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文件 我们保存 那我们退出来 好 现在我是把我这个 实力位上的这个配置好了 那我现在 需要到实力 到这个02阶级上 102阶级上 和这个100阶级上去做配置 那有多种方式 一种方式 你把这个 压缩文件拷备过去解压 在每个地方去配 或者呢 我们通过SCP命令 把这文件 直接拷备过去就可以了 SCP 对吧 那如果说你SCP命令不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有关系 你只敲SCP 敲个回车 就可以看到 这是SCP的一些命令选项 那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HBase -098.8 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整个一个目录 靠过去 那我用SCP-R 我拷备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看他的这个说明项 你用什么用户拷备 那我用Hadoop 用户拷备到什么地方去 哎 我是Liver 二 拷备到这个 我这个主机什么地方 我OPT下面的 big data 这个目的下面来 这样就可以拷备过去 当然说你 你说用其他的很古老的方法 我直接拷备过去 那也可以 当然说 那如果说你有SCP机器呢 你每个都可以配一下 那太累了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C 去写个命令 直接用命令之前 Copy也可以 这方式很多 但还一点 你去玩大数据 那你一定要去数起Linx 否则的话 这个会很累 好的 我们考到162上去了 我们再考到Mast上去 我只要改个地址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很轻松的 那如果说你会 你会写西小胶本的话 那我直接把我的这个主机名写进去 然后把主机名当作变量传进去 那我只是一个小本 那我可以全部拷备到任意机上去 我们拷备完成过后呢 我们安装呢 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非常之简单 那只要只要跟着这个视频就做 细心一点 其实这个HB是安装的 是非常简单的 好的 这个已经安装已经拷备好了 对吧 那我们到这个目录下来 我们到这里面来 我们如果要启动HBase 在一个命令大家还记得吧 是不是到并目下面来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得去敲 叫做StarHBase.sh 好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配啊 我们后退一下 打破了啊 RagingServers没配啊 我们要是不是改个名字啊 改成Sleeve2 Must啊 你有几个RagingServer 你就有需要写几个地址 我们再推出来 然后我们把视频下来给关掉啊 名字写出了啊 Sleeve这个屏出屏作啊 我们先停掉 骗错了 我们再推出来 到这个文件下面来 拼错了 好的 其实这个装这个HBase 这个一定要细心 其实装任务环境都是一样 一定要细心 但是你装错也没关系 你可以看日志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我们可以拼着这个 拼个GPS就会看到了 我的HMust引起起来了 对吧 我这里面只有HMust 那我的RagingServer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我这个102和100G上面去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拼GPS 我们看到没有 我们看到了 RagingServer 我在这个机箱去看一下 好的 那这个呢 我们这个分布式环境呢 基本上已经搭建完成了 那 再后来呢 我们要去告诉大家 如何单独启动 每个节点 如何再通过界面 去查看我HBase 整个一个环境的运行情况 那这几课呢 先到这里